現在就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掰掰 白星慧 為什麼今天要請到白星慧來當神秘的嘉賓 因為我想說 孕婦大家應該覺得實在沒什麼好看的 所以今天派出我最近的一位朋友 很小來 欸你知道嗎 我們的媒體朋友們知道今天是掰掰來當嘉賓 都有點覺得 問號你們兩個很好啊 你們兩個很好 如果大概全世界知道我最多秘密的 我覺得他應該算數一數二 那可以報一下秘密嗎 那不行啊 如果就是秘密傳出去 我第一個大概就會先殺他滅口 真的 所以你們兩個怎麼認識的啊 我們兩個很小就認識 白白很小的時候 他在當模特的時候就認識 因為那時候他就常常我們會去精品活動 因為他太正了 然後我就會覺得哇好正 然後怎麼閒的也是閒的 我就一直溜達到他旁邊去跟他打傘 我很好 就是讓時間可以過得快一點 然後後來陸陸續續又因為一些朋友的聚餐啊 然後兩個人就很巧的坐在一起 對然後就變得更熟這樣子 但真正熟起來也是很莫名其妙的狀況 但就是緣分 是就是緣分 那白白呢 白白今天呢看到這本書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白白也是模特 基本上對這個穿搭呢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你覺得看到這本書呢 你有沒有覺得你感覺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我剛剛看到這本書 第一個感覺就是啊 怎麼裡面沒有我跟你的合照 哈哈哈哈 因為你每次出門 因為你每次出門如果有亂穿啊 在台灣的時候 怎麼說怎麼說 他穿怎樣 我跟你講我在台灣呢 就是非常的極度的就是想把自己裝扮成男孩子 喔就是運動模式 欸他很怕冷 去到哪裡都穿羽絨外套 就是走一個犀利哥的這個路線 我根本不想跟他合照 所以難怪裡頭你找不到一張他們二位的合照啊 沒有啦這開玩笑啊 其實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我是看到佩西姐姐對於時尚的熱情 是 就是一直以來我對她的感覺 其實她不管到哪裡 我就覺得她一直是一種很美好的事物 很開心的事物 跟她在你周耳中很正面的男聊 對其實我不只可以出熱術 我也可以出米其林摘星指南 因為我非常愛吃美食 所以我們兩個常常會相約去吃很多好吃的 是 但是你知道呢 今天那樹花可以再借我一下嗎 今天呢白白送的那樹花呢 裡面有很重很重很重要的含義 對 其實我剛剛送妳的是牡丹花妳有發現嗎 妳有發現嗎 看仔細妳有發現嗎 對 牡丹花呢它是花中之花 所以象徵呢妳就是花中之花 就是女人中的女人 對 也可以說是女王 被女王 高貴女王 請問我等一下包多少紅包 欸真的欸 所以看得出來呢 這個配慈在白白心目中的分量 好的 那麼今天呢 就非常感謝白白今天來到我們的特別嘉賓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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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